勇士这两年昏招不断 首先是麦尔斯离开 后续不交易大搞个儿 然后高薪得到保留和格林 最后顶心留下个儿 哪个对勇士破坏最大 昏招不断 首先一点就是 之前那会儿德拉姆德格林 作为球队当中的功勤骨干 暴揍乔南普尔 我至今为止仍然认为 就这样一种行为举止 应该当时遭到勇士队 从上至下一致的反对 公开甚至有一种弹劾的效果 并见勇士队高管理层 一定要给格林严肃处理的 你凭什么这么暴受 一个对那年轻人的 你哪怕你俩之间互相有口角 那职场之内能没有口角吗 有口角你也跟人家口角啊 你不可能上去一个宇宙幻想 一技中拳后手拳 你要说前手次拳的话 都能理解 你说你拉开距离 你当时表现可能说还冷静客 但那一下格林 明显冲着害人去的嘛 也就是乔丹普尔比较扛老 扛小 而且乔丹普尔当时 可能说多少 带有一点威多啥 一看来了 威多啥 把这个战争要害部门 威啊躲过去了 全方刮着自己 耳边呼呼作响 多少划了点自己的脸颊 但是呢 基本上躲的还算利索 但是德朗姆德格林呢 那一句重拳呢 太恶劣了 我认为格林呢 就因为之前 报答乔丹普尔 就这名球员 他的历史评价 永远不会特别高 因为你哪怕说 你作为DPOI也好 你还是场上 这防人的恶汉 你打队友 如此凶狠的造势 就暴揍 队内的一个年轻人 并且勇士队是刚刚夺的冠军 那俨然就是 未免冠军的身份 整个团队的凝聚率 全被你这一拳打杀了 我之前为什么 曾经讲过 你只要留格林在队内 就这个队伍啊 更衣士的纪律 无从谈起了 因为有缘为老不准呢 德罗姆德格林这种 连队友都揍 你说对那年轻人 谁能相信他呢 包括什么空架目的 只是畏惧格林的淫为 公开讲话 或许动作谈 格林是什么精神导师之类的 废话嘛 谁不怕打呢 对内这个 德罗姆德格林呢 太过于肆意妄为了 已经突破了 就一个真正的团队 全然的辩解了 但是勇士队是怎么处理 格林呢 几乎没咋处理 把从事闹下 你说真给格林 那么严厉的对待了吗 没有 后来黑不提白不提回来了 你乔丹普尔 也是备受委屈 你要是就这么整的话 这更衣士团队就毁了 今年 你看勇士队 为什么说 看起来年轻人的空架目的 都已经成长了 球队治理 让人这么混乱 格林就是个 坏事的种人 勇士队原本 有机会 完成未免装绝的 包括维京师 他的比赛的态度 消极的样子 你看那年勇士队夺冠 维京师攻防两端 多么具备职业素质 但现在呢 金拱这块轻易不扣了 当年可是格扣卢卡东西 甚至闹出了球鞋风波了 但是你看维京师 那个赛基打的 无论防守端的硬度 还在进攻端这种力道 尽显自己天赋的等级 在别的场上打的 简直上船下跳 现在维京师已经软弱了 为什么 在这个团队环程当中 维京师可能说 也不见得 那么真切能找到一种归属感了 所以你这个 万物造死必有盈 勇士队之所以 如锦身陷沉沦 归根结底的话 就是格林的一权 勇士当时环政多好 未免冠军 这你为什么要暴揍乔丹普尔呢 你打乔丹普尔啊 这有点太扯了 当时但是难以理解 暴揍乔丹普尔 你就求对收货啥了 把乔丹普尔勉强送走 还打上一些资源 换来一个克里斯保罗 一个赛级做打五十八场 跟这个数字之间有诅咒似的 而且在真正的硬着 跟去年在太阳队消利时期一模一样 也帮不上忙啊 富加赛这一场比赛 保罗发挥好吗 也不好啊 乔丹普尔在的时候 起码勇士队 那首发阵容和板正席衔解 那这是一直紧过 几乎在检验考验的 一直真正的冠军纪律 那交易者 我乔丹普尔说 普尔是没法考 这就是普尔可能说 在其他球队 他不具备立棍的能力 但在勇士队体系之下呢 人家这么过自己啊 结果就这么好的团队 被打没了 我告诉你 格林这个人是最恶心的 这个人别看说今年 他竞技状态回升了 但是对于团队更一世的破坏 这份裂痕 永远在隐隐作痛的 勇士队 现在的不太好治理了 因为格林这个人啊 给勇士队 埋下无数隐藏的巨雷 就勇士队舰队 包括他这个团队文化的宗旨 对外招兵买马 年轻人来到团队之内 如何能够顺利的 跟老将之间进行 兼容并保的通力合作 都是难题 就格林这一拳 把勇士队算是打毁了 勇士队的快乐篮球 那种团队 以往当时享受篮球场上 每时每刻的 那种积极的情绪 也被打散了 现在勇士队你说 怎么强调快乐篮球啊 跟格林打球快乐吗 他动作打你呢 哪有队内这老将 咱都是职场人 那平时我去了 被你揍 我又不是奴隶 太噁心了 格林这打人 这太噁心了 他未来的历史评价 也会因为就这一次出拳 大受影响 打队友这都是很恶劣的 刚刚查这种打队的年轻人 完全就欺负人 勇士队要是没有格林 年复下赛都打不了 那这不一定啊 你看勇士队真正的快乐环境 只要说能营造出来 我感觉勇士队相当无敬 2022年的时候 勇士队 其实格林在场上 就是个负面作用 一点又没有 包括格林 你看一遭到官方的 处置竞赛 勇士队接下来 就是一波大胜 根本不许 格林在场上攻不进 防守防不了 在场上完全是个妥类 你这个赛季 格林是竞技状态上去了 但球队以往那种快乐氛围 没了 现在勇士队 有点什么感觉呢 有点 就无论说 面对哪支球队 打的不是那么绝对的兴奋 包括年轻人 他们脸上挂了的笑脸 好像也不再像当年那般 纯粹天真 我印象当中的金正老师啊 就在格林 他出重拳那一击之前 勇士队年轻人 向来都是肆意的笑的 对那氛围是齐耳鸿鸿的 就有点什么感觉呢 在格林暴走乔南普尔 之前的金正老师 就好像幼儿园当中 那种环境似的 大家就是在一起 想力争完成一件事 每个人尽可能做好自己 互相间完全是同力合作 而且通过比赛呢 能够直观的感受到 运动员通过这个比赛 无论赢数 他们能够收获那种 发自内心的快乐 就勇士队那种快乐氛围 是碰面而来的 为什么勇士队 自从格林打了普尔林 一拳之后啊 这个队伍 就是打季后赛 即便能赢 有时候也会显现的 这个队伍 有点离心离德了 就呈现出来的氛围 能赢 也是靠武力取胜 就是斯顿库里可能说 进攻的这块能力 确实是高人一等 比如说压制了 萨克拉曼陀国王了 但是呢 他不再拥有当初那种 来自于权队那种 感染力了 就你隔着屏幕也能够发现 勇士队的感染力下降了 为什么下降 格林打那一拳 这一拳伤害性太突出了 你以往啊 什么卢尼啊 包括年轻的穆迪啊 他们跟老将之间的沟通 都是虚心请教 彼此之间沟通 丝毫没有任何障碍 在场上彼此之间 嬉笑怒骂 打倒闹闹 但自从格林那一次出拳之后 你看年轻人 还有几个 在场上跟老将之间 打倒闹闹闹的 明确的 敬畏分明 如同楚河汉界一般 好像已经分出 两个不同阵营了 现在的勇士队 就年轻人跟老将 关系已经不再紧密了 这种环境了 格林这个人太坏了 太致死了 当时为什么打乔丹普尔 太致死了 就是为了自己留队 挤压 排挤乔丹普尔 害怕乔丹普尔切了大合同 未来呢 把自己挤走 因为当时 那个赛季 德拉姆德格林 在主内赛期间 发挥甚至都是累赘 太坏了 风格永远的神德德 这宇哥看上去 实际太难提问了 可以的话回复一下 方便提问谢谢 看一下 风格永远的神德德 这宇哥科尔关系 篮球之以就是重用波节 为啥他能大量守发 二十七分钟 而木迪十七分钟 波节场军多一分 又不是明星新秀 是靠刷鞋上位吧 科尔觉得波节有自己当年影子 一个三年级生 不如一年级生 啊 木迪啊 跟这波节五世纪啊 你只能说 就是说 你现在有这种看法 有这种 这个观点 你还是对于MBA这个管理层啊 太过于将篮球想象的纯粹化了 就你内心当中可能认为 那波节五世纪 肯定会有一些独特的优势 那木迪呢 看来有这个普通球迷 看不到的一些 对于球队的伤害 这样一来 科尔呢 才不重用这个木迪 那你是把这个问题想简单了 呃 西边联赛 其实好多这个球队 内部的更一致啊 都相当混乱 主教练呢 也有亲自禁拍 这点也是实时求是的 真实情况 那你说MBA不这样啊 你如果不这样的话 怎么可能呢 MBA里面也大量强调 人际关系和人脉 就包括这主教练 跟谁关系好 我大量的重用你 我给你出场时间 我看谁顺眼 你就是 在因为科尔 他相当于什么 我告诉你 全世界都一样 只要说 一种权力 几乎不准太受监管 那么呀 就这个当权者 你像科尔这种 他必然会有自己的小心思 你就好像说什么 学术领域不也是吗 有些学法 那怎么做 为什么呢 因为他掌握 就是下边这个研究生也好 他们的生死命运 就你到底能不能顺利毕业啊 你未来在学术中 有没有什么发展的 经费之类的 人家全都管 所以呢 你像这个科尔 他因为在勇士队内 太过于 肆意善权了 就他目前是完全权柄在手 没有人能够跟他争夺的 因此在这种环境下 那个波杰姆书记啊 穆迪啊 就看谁 这个科尔 眼中感觉 谁跟自己关系更近 谁关系更近的话 他就是多给你出场时间 没办法 这就永世之位 他就属于是人情世故 全世界哪都有 这种人情世故 但凡有人地方必然就存在 那勇士队存不存在呢 当然存在了 勇士队也一样存在 你别把科尔想的那是纯粹 那就是跟波杰姆斯基 看起来顺眼 再说一点 波杰姆斯基是白人吧 科尔不是白人吧 你说这玩意儿 他没有点事情 整个勇士队内 有几个白人 之前那约瑟夫长得也挺白的 当然约瑟夫是不是白人 不知道 他可能他骂是白人 不太清楚 反正呢 波杰姆斯基是个纯白人 科尔就是个白人 你说他是不是有一定的 不能讲 谁知道他有没有种族歧视 种族歧视不可能 但他一定会对波杰姆斯基 高看一眼 就说咱俩一个事了 那咱俩是同一种族 当然其心相同了 彼此心连心 在场上情同父子 佣人这份当然是多有 青睐 对波杰姆斯基 一定是这样 勇士队内就他一个白人 现在 这系有别文 宇格作为一个勇士十几年铁粉 看完了今天的比赛 感觉勇士酷追堂 实在落寞 请解答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否在库里推之前 都已经没机会成见了 因为这三人 加上科尔被勇士赚了几十亿美金 不可能 因为现在战术不好用了 就把科尔抛弃了 这太难看 就上当看的 那谁 那个熊肉队的 之前球队冠军教头 后来不也被球队开了吗 卡尔森老李福斯 之前那会儿 那不是冠军教头吗 那球队 接下来他需要培养年轻人 球队需要转向另一个方向 你不擅长 那还能继续要你吗 那不符合球队当下的需要了 那个禅师菲尔森 你能说他能耐比菲尔森 你能说他能耐比克尔小吗 后来不也离职了吗 所以 这两者之间 没有不分道目标 当年在芝加哥公牛 菲尔森 他也没有干一辈子 甚至索要自己的一份长合同 芝加哥公牛呢 出于未来的长远考虑 当时也没有选择妥协 所以一种是对 克尔在队内 他对人际关系太复杂了 再者一点 他的用人 他对于球队管理 包括处理危机事件的 这种应变反应 都是低于外界预期的 包括之前 德拉姆德格林 暴揍乔丹普尔 他就没有很好的抚慰 乔丹普尔的情绪 导致对内 新老之间 目前的隔阂已成定局 基本上 如果你不解决 这个老问题的话 勇士队就没法 转向另一个方向了 现在勇士队需要什么 不破不立 说说我认为勇士队啊 库里呢 留守就对 德拉姆德格林这个人 因为他属于哪种呢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你如果留在队内 勇士队紧后 老将和年轻人之间 他就会有一道无形之强 如果把他交一走呢 格林这个人 嘴大舍场 再者一点 他现在竞技状态 又比较出色 我认为 如果勇士队能够尝试 借助格林 上赛季优秀的发挥 打动一下其他球队 因为有些球队 他确实需要这种硬度 狠角色啊 尤其是动部球队啊 再加上格林 防守端 上去的表现这么好 进攻端 三分球 甚至干的挺准 能不能 撤动一些脚异呢 你比如说 火箭队 为什么要 敌用布鲁克斯 就是精神力量出入 哪一支球队 有可能要格林呢 篮网队 克拉克斯顿 鸟枪换炮 从一个 膝膏条的 长枪 换成一个 坐地炮 换成一个 德拉姆德格林 篮网这种球队 他需要一种纪律性 可能说格林去了之后 会起到 敌用布鲁克斯 一样的作用 或许蓝尔会对 格林感兴趣 如果蓝尔会 愿意接手的话 可以考虑把格林送走 就你看 交易能 目标是谁 因为勇车队 如果不把格林送走 更疑似的这个环境 你看勇车队 现在打球还快乐吗 少了之前 那样一种快乐的氛围了 格林弄走 克莱汤姆 可以考虑留队 其实 就你只要压缩的 这薪水就没问题 格林这个问题啊 它是涉及到底线的问题 就他如果不走 年轻人 他们的笑脸 就不会那么纯粹 把格林交易走是对的 汤姆森可以考虑 一千万左右拿下 对内打个低众人 也还行 因为汤姆森经过今年 就这种血的试炼 就这种巨大的经验教学 汤姆森应该再 不会有那种 以往的孤傲了 打个板东西结束 再结束今年 他其实原本就已经 很早接受了 板东西结束可以的 起码他们是没打过人的 格林交易走 荒克拉克顿 这个操作可行 如此一来呢 勇士队 他就会重新拥抱 那种快乐的球队氛围 球队的文化呀 就可以在摆脱格林之后 重新拥有 之前勇士队 之所以建队的 最关键的基础 那就是精神方面的乐观 彼此之间通力协作 老少 同堂 情况之下 彼此之间 诚心相伴 这么整就行 柯尔也应该被辞退 因为柯尔他用人呢 太过于平均主义了 就这种教头 对于年轻人培养的速度老慢了 不太应该 柯尔 能不能分析一下 如果要把整个勇士队推导重建 合理的留队人选 是否只有库里格林空架 或者维京史 维京史 维京史不留 维京史没啥留的必要 当然你要把格林交易走 维京史会不会打得更好呢 维京史这个问题就是 可留 可交易 格林的话 弄走的话比较好 格林如果不弄走 你根本想象不到 俊勇士队能够做到 年轻人和老将之间同力协作 啊 嘟嘟嘟嘟 这个干脆没看着啊 竟如果胡人首轮 朱介来格林 顶替范德比尔特的位置 能否击败绝紧 胜率是否会提升 最多积极卡呀 没用 整来格林有啥用啊 你这个顶替范德比尔特 但是总体对比的话 你不要忘了啊 这玩意儿就是 没有对比 他就是没有分析 你怎么对比呢 那个勒布朗杖姆斯 现在影响力 有没有那个 那谁啊 就是尼古拉约奇 高啊 这肯定没有啊 毫无疑问呢 那你说那个 农梅格目前影响力 有没有加马尔木雷高呢 他俩半斤八两 因为其实农梅 他的这个比赛影响 包括你看 季后赛动辄一场比赛打的 个位数得分 也没有那么强 之前那会儿 这个胡人队跟 丹佛接近不是没交过手 农梅的发挥也就那样 那主席来赛 其实加马尔木雷的表现 远在农梅自杀 这都是一点不夸张的 也就是说啥呢 农梅这个人 因为常年都是萎靡不振 他的精神意志力不够简定 再结合 动辄没事就受伤 割裂人的属性 经常呢 还逃避打五号位的这种 球队负以自己的责任 所以农梅 他已经早就过了 之前2020年登顶夺冠之后 那备受连帅瞩目的一个 超级二档甲的那种身份了 现在加马尔木雷呢 比农梅啊 一旦说季友赛 双方点短命相解的话 加马尔木雷是有案例的 确实表现这块能压农梅一头 而且加马尔木雷防守 还能顶詹姆斯 穆雷的防守也不值得低估 他也是一个攻守一体的运动员 因此你看呢 农梅跟穆雷在 胡人打绝境的希腊赛当中 他俩发挥几乎对个平 詹姆斯明显低于远奇 就詹姆斯虽然说很厉害 但现在你再厉害 连帅当中谁能 就说比赛影响力角度 跟约奇持平呢 没有任何一个 路卡东奇做不到 什么塔通五啊 杜兰特啊 布克啊 库里 没有能做到的 现在任何一个人 单一对比比赛影响力 你最多相当于是 尼古拉约奇的85% 这就是约奇 他如今的震撼表现 为什么那么多人 投约奇MAP呢 实力跟他摆着呢 就连帅当中最强的 除了约奇以外 你最多相当约奇 85%的实力 目前的詹姆斯 他的比赛影响 我认为相当约奇的75% 就两者之间 还是有距离的 那你说对内的三号人物 那个 忽然队那三号人物谁啊 拉塞尔 拉塞尔跟那个 麦特伯特比啊 拉塞尔主要是没防守 进攻场均17% 麦克伯特也能做到 那你说拼三号角色 是拉塞尔厉害 还是麦克伯特厉害呢 明显麦克伯特厉害 麦克伯特的破防能力 不能手转换 他那样一种 动辄一蹦多高 因为当年那会儿 他有状元之子 他只是因为出现了一些 腰尖前半的嗓病 但现在嗓病 早就痊愈了 既能飞天阵地 又能拉开空间 三位远色 长期维持 40%命中率 所以麦克伯特 他我认为 也不逊色于拉塞尔 而且你看薪水 拉塞尔是顶心吗 根本不是 麦克伯特很早 赚的一份顶心合约 排到 排到队内第四代的 巴春蕾和 那个人家那边的 阿隆格等 那也没法比 那阿隆格等 当年在魔术队 那队内什么样的地位 队内就是领袖 真正是一号球型 巴春蕾就这能力 防守 明显低于阿隆格等 金拱的攻守转换也好 还说 其他方面 至于球队战术意义 也比阿隆格等 好过 所以你只 仔细这么一对比 胡人队 排名前世的球员 基本上 不比人家强 当然 麦克伯特 如果来的话 也很难弥合 就双方之间 巨大的草局 第五号人物呢 小李福斯 和那个波普 他俩谁厉害呢 小李福斯 在胡人 这个体系之下 肯定是挺强 但是我感觉 波普的攻守一体 对于一支 整冠球队来讲 尤其你是 对内前三核心之外的 一个选项 攻守一体 往对于球队来说 更有意义 这就是 胡人和 绝景 首发直接对比 胡人队最多 是有几个点 能够勉强 跟对方打平 没有占优势 对方全面 咬字 胡人